听两个学博音专业的孩子吵架 真有意思 你们俩这不像学博音的 学博音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沟通 且不说你们两个的沟通 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 不然今天不会来 就说说你们和身边人的沟通 你和准婆婆的沟通 什么叫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你说你是不是把老太太都给吓着了 老太太一合就 我这在里边都住这么多年了 不住得挺好的吗 不能这样吓唬老年人 他们会觉得 跟你们很难把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 还有他好哥们 人都结婚了 让他去当个伴娘 有什么问题我也听不懂 好朋友去帮忙做个伴娘 很正常啊 您这可好 一会把手机拿过来 跟人那一顿吵吵 把你放在哪 把你放在哪儿的 揣兜里啊 所以你们在和周围的人沟通 都是有问题的 都他以自我为中心 不思考别人的立场 这是你们最大的核心问题 再来 如果你真的想娶他 我认为他提的三个要求 一点都不难 不拿他的手机 这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 练腹肌 你这减脂都不用啊 直接增肌就好了 每天两个小时 三个月就练出来 所以你真的是想娶他吗 如果是真的 你自己去努力完成的那三个任务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要更成熟地思考你们的未来和人生 祝你们幸福 大家都说三观要合三观要合 我觉得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观 婚姻观 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观都不对 你说你都是什么话 你跟我结婚了 官宣之后就没人追了 孩子再一生 哎呀妈呀 你是真是要把他给弄牢里面去吗 这婚姻观不对吗 你为什么要跟人结婚 你跟人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你立业一定要在成家之后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因为立业之后就不会去操心这些感觉这样的事了 对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分歧在哪吗 结婚是人生的开始还是结束 你们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你认为是人生开始 他认为是人生结束 他说什么坟墓啊 他会觉得说我自己独立的个体的人生 在结婚之后 生完小孩之后就结束了 是吧 你会觉得说那才是我的人生开始 都不对 结婚不是把个体的生命结束 而是云出自己个人的部分的自由时间 放到一个共同家庭的组建 和对下一代的抚养上面来 就很简单嘛 他想要在结婚之前先立业嘛 你想要在结婚之后再立业嘛 你们对各自生活的规划不同 为什么不聊生活的规划 为什么要去聊结婚呢 明白吗 你们的分歧在于对于人生的规划不同 你们聊自己人生的规划 聊对于生活的判断 聊我今年明年后年 我的生活想要怎么样 我的事业想要怎么样 我的人生想要怎么样 聊这个嘛 聊什么结婚嘛 聊什么求婚嘛 互相参照一下 看看对方内心缺失了什么 看看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谈一谈 就是这样 没梦 完成 记忧